欢迎柏拉昌达总理先生出席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并正式访华 总理先生致力于推动中研友好关系发展 坚定支持两国开展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我对此高度赞赏 这是你第三次担任尼泊尔总理之后首次访华 相信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诸入新动力 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世代友好 建交68年来 两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平等相待 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的典范 中方高度重视中研关系 愿疼一方加强发展战略的对接 深化各领域无事合作 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推动中医关系 不断取得新的进展